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吧 把这个也改一下 这个是Anna OK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ht这个散列表里面的元素什么样的 ht 点 getItems 诶 我发现好像 这个我写错了对吧 我写错了应该是 诶 是Donny和Anna 好吧 为了演示效果啊 这里我写下了个n对吧 所以他们散列值不一样了 不好意思 大家看到现在的结果呢 两个都是13对不对 然后我们去getItems发现呢 只剩下Anna这个了 那Donny这个就不见了 这当然不行对不对 那我们存取数据你就存着存着就丢了 那效率高有什么用 对吧 存着存着就丢了 就像银行对吧 你存钱在那 存着存着说你钱没了 那我还不如不存银行的对不对 我不要那点利息了 那解决这种问题啊 这种这种问题称之为散列冲突 就说对于我们的一个key 很有可能他们取到的哈希 哈希code 哈希码是一样的 那么呢 他们的这些值呢 会被存取到相同的位置 这些哈希值呢 会被存取到相同位置 所以呢 就会把 就会产生一个覆盖问题 那怎么办呢 第一个方法 我来介绍两个解决方法啊 我先通过这个画图的方式给大家介绍一下 假设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哈希表 对不对 这是咱们的哈希表 我们在某个位置 比如说13 这个位置 13 已经存储了一个ana了 然后呢 我们在存储downear的时候 也会存储到这对吧 然后把它给覆盖了 存储到downear 那怎么办呢 咱们第一种解决方式 第一种啊 叫做分离链接法 哎呀 分离 链接法 什么叫分离链接呢 首先我们在这里 存储一个 我们今天学过的结构 叫link 这不是装逼啊 就是说 考一下你们还记不记得以前咱们学的东西 这叫什么 链表 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在这里 在为这个哈希表的每一项都创建一个链表 那叫链表特点是什么 是一项 只向后面一项 对不对 OK 首先我们存储ana第一步 我们存储ana的时候 创建一个链表 把ana成为链表第一项 OK 我们第二步 又存储这个downear的时候 他们因为 因为这哈希表同样的位置 对吧 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个链表这里呢 添加一项 OK 这是一个折衷的方法 对不对 因为我们用了链表之后 我们是不是又得用这种线性查找的方式了 就比如说你要去 现在你13这一项 对不对 13这一项存了两 存了一个链表 链表里面有两项 一个是anna 一个是downear 那么比如说你想get 获取一个值 获取什么呢 获取anna的时候 首先 这个会转化为 这个hashcode是多少 hashcode是13对不对 刚才我们测了是13 那么呢 会到13这个位置 然后呢 发现13是个链表 又得一项一项的往后找 一项一项的往后找 对吧 这样呢 其实是我们牺牲了这个 牺牲了咱们散列表的一个优点 对吧 去找了一个折衷的方案 因为没办法嘛 因为你这个冲突的话是 实在是太令人感到头疼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咱们用 只能牺牲了一点便捷性 去换取这么数据的一个安全 第一个在分离链接 ok 就说我们在哈希表之外 为哈希表的某一项 创建了一个链表的空间 用于存储数据 第二 叫什么呢 第二叫做线性探查法 哇 这名字听起来厉害的很 大家不要害怕 对吧 因为外国人起名字嘛 都比较高端一点 对吧 线性探查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第一 啊 几个例子啊 几另外一个例子 让大家理解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13这一项 存储了Anna了 对不对 ok 然后我们在存储这个downlier的时候 第二步 第一步存储 第二步存储downlier的时候 我们发现13有人了 那怎么办呢 往后找14是空的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downlier存在14 downlier存在14这个位置 那如果14还有人呢 那我们再往后找 存到15这个位置 那么查找的时候 对吧 你存储的时候是这么存储 那查找是怎么查找呢 查找的时候 同样的先通过这个哈希马定位到13这个位置 然后发现13相等吗 不相等到14 14相等吗 不相等到15 对吧 就是说就是向下不断的去线性存储它 那么分离链接的好处什么呢 分离链接的好处是我们重新创建了一片空间 对不对 那比如说你在定位到14的时候 那这样还是会比较快的 对吧 比如说14只有一项的话 去获取它也是比较快的 那么那么线性探查的优势呢 是它的代码呢 会比较简单一点 实现会比较简单 因为分离链接 需要用到我们之前用的这个链表这个结构 对吧 那么他们两个其实都是做了一件 用线性 用线性查找这种方式去 呃 委屈了咱们的哈希表的这种优势 对吧 就牺牲了一点咱们的便捷性 换取一个数据更加安全的存储方式 的存储方式 就是两种解决方案 好 我们先介绍第一种解决方案的实践 分离链接法 分离链接法是这样的 呃 回到这里啊 那咱们 首先啊 要用到一个咱们之前实现过的一个结构 叫什么 叫链表对不对 链表 把这个代码全部复制一下 有点长的代码 OK 复制一下 回到字典这里 呃 我们重新定定一个那把Ward 嗯 哈希 Table 对吧 然后呢 链表 Link 起个L好了 好吧 代表它Link List OK 然后呢 同样的Items等于一个这样的东西 然后同样的咱们这个散列函数是不变的 咱们复制一下 但是呢 接下来这个put方法会改变 put OK同样的是key value 好了 我们来想再回忆一下这个put方法的实现流程 首先 我们创建了一个 Items这个散列表对吧 用于选取咱们的数据 然后我们会 通过这LoseLoseHackle 比如说我们传授Anna的时候 获取到它的位置是什么 是return了一个13对不对 13 然后呢 我们获取到position之后 在13这个位置 如果 13有东西了怎么办 当然我们添加第一个数据 肯定应该考虑这种情况 考虑第一种情况 13现在应该是空的 空的那怎么办呢 创建一个链表 创建一个link list link list 创建一个链表 那么如果第二次我们添加downl的时候呢 daniel对吧 daniel 就添加daniel的时候 发现13有东西吗 有 那么就给链表 还记得一个方法吗 叫append 添加到链表的最后 ok链表是咱们 呃之前实现过的 对吧 append是往它最后添加东西 这是它的一个实现的一个思路 所以呢咱们第一步还是要去获取position 等于loslos has code 对吧 把key传进去 这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 然后第二点是检查 这个位置都有没有东西 if table 这里我起出名字了 应该叫table 对吧 if table position if table position 如果有东西存在了 如果没有 两种情况对吧 如果有了 那么这一项肯定是链表 对吧 当然咱们先不处理这个情况 其实从没有开始对吧 怕太混淆了 没有的时候怎么办 哇 l等于new linked list 应该把之前 但现在大把复制过来了吗 还没有复制过来对吧 应该复制一下 呃复制 然后呢 在这个 hashi tablel前面呢 咱们粘贴一下 ok 咱们蛋把就很长 对不对 回到这里 不是粘贴 这一步应该不用给大家演示了吧 好 newlinked list 对吧 新建一个链表 然后呢 table的d position 就等于这个链表 就把链表存储进来了 ok 然后 再下一步 table position position 现在已经是链表对吧 position 怎么办呢 点 append 添加 value ok 咱们试试看看效果怎么样 对吧 写个测试方法吧 get 啊 不能叫headles gettable ok 去看看怎么样 return table 检查一下 come on 呃 哇 这里应该起个名字吧 hl 等于new hashi tablel 对吧 hl.put anna 对吧 随便起个东西 好了 gettable 是什么 发现 发现这一项变成什么了 变成linky list 变成链表了 要链表里面呢 看一下 对啊 看不到对吧 看不到 咱们还得这样啊 的第13项 然后呢 去获取get head 是这个方法吧 对不对 然后呢 是不是存储了咱们这个 刚刚存储anna这个数据了 对吧 但可能有些同学 对链表不是很熟悉的话 到这里可能就有点懵了 但是没有关系啊 不要害怕 慢慢来 好了 这里我们就是把通过 分离链接 就把这一项变为链表的方式 解决了税冲突问题 那解决了没有呢 咱们来试一下吧 哇 hl等于 把代码 全写出来 hash tablel 然后呢 hl 像刚才那样 对吧 咱们要去添加两个人 对吧 这个代码我就不想写了 这个 写的太累了 浪费时间 hl ok 好了 那如果这个位置有位置 比如说我们添加 把这个anna添加完之后 这个 这一项是变成链表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if判断的就会成立 那判断成立呢 那么 table的position 怎么办 直接append 直接添加到它最后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有些同学可能会发现 哎 这两个代码好像可以 捡 可以 可以 呃换一个思路把它精简一下 但是呢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啊 这里我就不再精简它了 好了 我们来试一下吧 对吧 现在我们添加两个hl 点 嗯 get table 啊 get table对吧 然后呢 发现还是只有一个link list 对不对 get table 要是三项 get head 第一个是downear 这咱们添加的第一个是downear 对不对 然后呢下一个 是anna 哎 咱们是不是通过使用链表的方式 去把这个 通过链表的方式 把这个冲突问题给解决了 但这种解决方式啊 单种解决方式 存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陷 是什么呢 我们来举个例子都知道了 还记得我们 比如说我们想删 获取一个元素的时候 对吧 get 等于方式 我们是怎么获取一个元素的呢 我们是不是通过key来获取的 OK 那些问题来了 我们现在还能通过key 去获取我们想要的一个元素吗 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我们之前存储的时候 在我们这件代码里面 呃 我们的散列表里面 对吧 我们的get为什么能够 精确的快速的获取到我们想要的元素呢 是因为我们的key 转化出了唯一的一个散列值 对不对 转化出一个唯一的散列值 那么这个散列值对应的值呢 就存就存处在了这个数组里面 OK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呃 咱们现在是 先干一样对吧 散列 比如说13存了jobs 啊 17存了bob 那么 那么你在使用key等于jobs的时候 是不是唯一转出了一个值为13 然后呢 对应的这个值在这呢 atqq.com atqq.com 对应的值一定在这儿 懂意思吧 OK那现在问题变了 问题现在是 我们现在变成了一个链表 链表里面有很多项对吧 他们的这个key是一样的 那OK 现在比如说你在转换jobs OK 转换数是13 那么你知道哪一个才是你想要的吗 是这个是你想要的吗 还是这个呢 是不是发现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定链表里面的哪一项 是这一项呢 还是这一项呢 是我们想要的对应13这个位置的元素 对不对 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了 那怎么办呢 就是说我们解决办法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在存储的时候不应该把key给丢掉 因为我们在后面的时候 在这种链表里面要使用的是什么 是一种线性的查找 线性查找的话就得从头一个一个的往后找 对吧一个往后找 那么就避免不了要对这key的一个比较 首先逻辑应该是这样的 逻辑第一步 第一步使用 使用散列表 咱们现在逻辑变了 跟一开始变了 使用散列表快速定位到某一链表 对吧 因为我们比如说jobs转换出来 是不是定位到了13这个链表了 而是绝对不会定位到17这个对不对 第一步定位到某一链表 第二个呢 是在链表中使用线性查找 对吧 一个一个的往后找 去找到我们想要的元素为止 而它的 它的查找方式呢 是什么 对比key 对吧 我们只有一种办法 就对比key 因为我不可能对比它的value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这时候应该 在存储的时候 把key也存储下来 对吧 把key跟value存储下来 OK 就说原本我们是单独的 简单的存储它的value 对不对 但是呢你不确定哪个value才是你想要的 那么呢 为了解决这种问题 我们只要把key也存储下来 然后呢 逐一的对比key 对吧 就一个精确的查找 那要存储这么一种东西呢 我们就必须实现一个辅助类 去做一个这样的事情了 我们定位node吧 那些function 然后我们要存储 key 以及它的value 对吧 它的构造是非常的简单 this.key 等于key this.value 等于value 然后我们在存储的时候 啊 不是这儿对吧 不是这儿不是这儿 而是我们后面的这个 在这儿 啊 OK 我们在存储它的时候 对吧 就不能简单的 我们这是存储value 因为刚才视频有一部分错对吧 然后呢 我就重新录制了一遍 在这里呢 我们原本是简单的存储value 但现在呢 我们要把这个key跟value 存储下来的话 就必须通过node这个辅助类 new一个node 对吧 勾造出一个对象来 然后把key跟value都存储起来 同样下面也是一样的 OK 然后我们现在看看 现在的区别是什么 首先我们的hl 对吧 gettable 对吧 再获取它的第13项 是一个链表 对不对 这一项是一个链表 然后 再通过链表的gethead的方法 去看一下它里面的元素是什么 哇 这个这个代码真的长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点开看一下 现在我们第一项是什么 第一项 它的element对吧 是一个node 对吧 它的key是down nearvalue 是不是我们已经存储下来了 然后它next呢 是enna 对吧 以及它的值 现在我们是不是把它的key 跟value都存储下来了 然后我们在快速定位之后 只要对比这个key 就可以查找到我们想要的值了 好 接下来我们实现一下get的方法 OK 首先我们避免不了的 肯定要获取它的散列值position 等于什么呢 啊 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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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h code 对吧 key 获取到position了 然后就开始了 if table position 如果tableposition存在 说明这里已经存过数据 并且是链表 对不对 好了 else 对吧 这是一个失败情况 那么失败情况就是我们要获取一个元素 获取不到 那肯定就returnuntify就好了 returnuntify 那么上面这里就是我们要实现一个链表 线性 查找 的这么一个功能 OK 线性查找 那我们应该怎么查找呢 像之前一样啊 首先 我们把这个链表 的头回击下来 current 等于 这应该这一部分跟之前链表内容一样 OK 那么怎么查找呢 先把头保证下来 然后不断的向后查找 对比的值 它的值到底对不对 呃 把current等于 table persistent 的什么 get head 获取它的头 然后 就开始查找了吧 well current 对吧 当current存在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查找 if current 点 value 等于 啊 不是这样的 current 点 element 点 key 等于key 的时候 对吧 好好好 这这段咱们慢一点 咱慢一点 在这里呢 我们想一下我们里面存储的是一个链表对不对 咱们一个整体的 哈希表是这样的 然后呢它的某一项 比如说13这一项存储了一个链表 那么在我们的链表里面呢 它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它的element 一个是它的next 对不对 element是什么 是它存储的一个元素 对吧 它存储的元素 那么next呢 是指向下一个链表的一个 指向了下一个链表 对吧 我不想说指针这个词的 有点怪 然后element里面存储了什么呢 现在我们存储的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node 是咱们之前写的一个 有辅助类还记得吧 那么这个node这个东西 它的结构怎么样呢 它有两部分 一个是key 一个是value 对不对 我们要对比什么 才能获取到咱们想要的 就对比这个key 对吧 因为咱们全居然是key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要在这里做一个比较了 首先我们获取到它的头 就第一项 然后如果这项存在的话 对吧 当然这肯定存在的 那么对比了 current 是这个格子 the element 是element这一项 对吧 element这个属性 the key element是node the key是不是定义到这个了 对吧 然后呢 去跟我们全界的key对比 看到底对不对 好 如果相等呢 if 然后呢 可以return了 current.element.value 就把value返回去就可以了 不需要返回它的key 对吧 然后 再继续 如果不 如果我 如果if不成立的吧 current current 等于current.next 去不断的查找它 OK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算法 我们 甚至不能算 称之为算法的吧 只是一种程序的一个流程而已 OK OK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功能怎么样 功能怎么样 当然呢这里还会有一个问题 对吧 这里还会有个问题 咱们先 先放一放 好了 好了 现在我们 要怎么样 要remove 呃 get 对吧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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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 反而是不是ana atq.com 那么再试试那个 donian 诶 这里是不是有个错 因为我们确定了 我们是存储了两个 对不对 但是我们发现ana可以获取到 但donian 这应该是我打错 对吧 donian 能获取到对不对 ok 这就是咱们链表的一个东西 咱们来试一下一个不存在的donian 2 反回untify 对吧 就是用这个链表解决了这么一个程序的 呃 一个哈希表的散列值冲突的一个问题 ok 又换了一种链表的结构 对不对 换了一种链表的结构 好 这个 好这个程序呢 好这个方法 好这个get的方法呢 就是这样了 就是我们 呃要实现自己的一个 还是用链表的操作方式 对吧 那种操作思想 去解决这么一个冲突问题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get搞定之后 要搞一个最头疼的是remove方法 方式 通过key来remove 还记得咱们怎么怎么删除一个元素吗 我要给大家再回忆一下对吧 假设我们链表有很多项 ok 我们链表有很多项 那么现在我要删除这一项怎么删除 删除这一项的意义是怎么删除 是另上一项的什么 the next指向下一项 就说我们需要保留一个previews 还有一个什么一个current 然后怎么办 然后previews.next等于什么等于current the next ok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对吧 我们前一项the next呢 要等于这个current.next ok 这就是它的删除 它的删除的一个思路对吧 好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实现一下这么一个删除方法